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美国的大基建 也就是他们的基础建设的大要进的计划 以及他们大举债 就是把所有的人举的债区了 然后来进行大撒币 那么这些的模式 他们不能够顺利如预期般的去战胜了中国 这个部分老师过去也曾经说过 老师是非常看好美国复苏的脚步 所以在去年年底 美国疫情几乎已经达到了混乱跟顶峰之际 老师还是公开的说 美国必然在2021年的6月 会恢复一半以上的美国经济 其实现在基本上来看 其实这个几率也是非常高的 老师前两个月也说过 美国在杨历4月的时候 美国单日的新增病例会降至8万以下 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 美国还有十几二十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那么接下来预言预测 不能说预言 接下来预测就是在杨历5月的时候 美国的单日新增病例会降到5万以下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老师的5月有没有预测正确了 反正下一周就5月了 对不对 黄金周向各位出去玩的开心 所以美国经济的复苏 他都可以预期的 老师是绝对看好的美国经济的成长 但是看他复苏 跟看他是不是可以持续的成长下去 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复苏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成长他是一个打问号 比如说来讲什么 就像人生病了 你生病了你可以康复 但是你不代表你会更强壮 这样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对于神之子国度的天子 老师认为 他将会面对到很大的经济成长上的挫折 怎么说呢 前两周我们谈到了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所宣布的持续宽松以及控制通膨 当全世界都在质疑美国会不会发生恶性通膨 老师也说他不会 目前的局势发展到现在来看 也确实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也就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让物价飞涨 整个百姓没有办法维持生活 为什么呢 当然除了美国有极度专业的精英跟智慧 会聪明绝顶的人去管理这个金融之外 另外一个层面 通膨的美国会让自己陷入了半毁灭的道路之上 所以他尽量不会让他发生 通膨胀是什么呢 通膨胀我们简单的说 他就是成本垫高 或是你某一方面民生必需的延物料不足 所造成的物以稀为贵 造成了后面的所有制成品的物价飞涨 例如什么 例如吉利而言 过去我们谈到的石油危机 以及现在的铜矿的稀缺 铜矿是为了现在很贵的原因 是因为他做电动车 他是必须需要用到铜矿这个矿物 所以是说当大家全面在发展电动车的时候 铜矿就不够用了 但是他产量还是有 只是大家都要的时候他就不够了 那么这就是相似的逻辑 所造成一定层面上的百姓物价的飞涨 就像石油危机这样 但是他不是任何的涨价 就像就会造成民生物资的飞涨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铜矿 他是电动车的市场需要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不见得都是需要到铜矿 例如什么 例如说我们现在就做买个电脑 要买好一点电脑 你要玩游戏要干什么 你要用到显示卡 显示卡现在也是一卡难求 我说好的显示卡一般还是都买得到了 但是好的显示卡也是一卡难求 为什么 因为都要拿去挖矿你知道吗 挖比特币 那么任何一片显示卡都比甚至都比你一整台电脑都还要昂贵 有货源的你真的可以弄到显示卡正常出厂的那些显示卡 你只要转过头来 你卖个两三倍以上 你都不是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却不会变成一般性的通膨 因为它的物资只有特定的族群所需要 所以不会有这样的危机跟社会问题出现 所以美国的通膨除了担心资金过度充斥市场外 其他并没有太多的条件去形成恶性通膨的成立 包含铜矿的需求增加以及稀土的限额 出口都是一样的问题 那么刚才讲到比特币 老师曾经很多人回答很多朋友 比特币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背后没有任何资产 没有任何的一个经济的基础 而做成的一个加密货币 它主要有价值的原因是因为物以稀为贵 包含最近所谈到的狗狗币 Dogicain 它这个东西基本上它炒不起来跟比特币一样高 为什么 因为另外一种币狗狗币它是会有几千亿个币出现 所以是说物很多 你觉得它会看涨 但是它涨的幅度不会像比特币这么高 因为比特币它好像只有两千万枚 所以是说物以稀为贵 但是比特币的后面 并没有任何的经济基础或是建设 去维持它比别的状况 所以老师过去说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 你随时可以靠它发财 但是你也随时可能因为它去破产 当然那个时候很多人赤字一笔 比如说老师你不懂比特币 老师是不懂比特币 我也写不出区块链 但是我知道任何的经济后面必须基础在两个部分 一个是工业一个是农业 你这两个如果都没有 那么你只是一个虚拟货币 而这个虚拟货币未来会变成另外一个形式 例如人民币的数位化 未来的钱币将不会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 因为当你货币数位化的时候 那个才是真正有趣的 我们的数位经济的来临 现在都还在知道什么 测试版 然后这测试版 还不是真正进入到了数位货币的时代 这个问题如果各位有兴趣 老师下次会开一个专题 我们来讲讲数位人民币 或是数位货币对世界上的影响会是什么 好,继续下去 那么刚刚讲到这些问题来了 美国现在还是要进入了2%的通膨 这是美国财政部长认为 这是对社会有助于的良性通膨 那么这个通膨也带动了各大原物料的缓步涨价 不多 但是涨价是必然的 包含台湾现在有一些部分的民生物资 中国也是一样 部分少量的民生物资 也都酝酿的涨价的这个阶段 但是事实上是现在并没有缺乏这些原物料的状况 而产生的一个通膨 也就是人为通膨 这种通膨其实是什么 其实说白了这是美国需要的通膨 也就是说他希望大家能够花更多的钱 去买美国的东西 让美国商人能够赚更多的钱 因为你通膨了 你原物料如果没有相对涨价 那么等于是说你就物价涨 物价涨你就是花的钱多 花的钱多这些商人赚的多 商人赚的多 我当然要去聘用的这些员工就更多 所以说美国最近的一个就业率是非常漂亮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能赚钱了 反正你们一表也都打了 大家都平安无事 那么回来上班 我继续卖我的东西 然后你们也继续来上班 这样良性的状况就好 但是这个良性状况后面跟过去不大一样是什么 美国政府要从这些商家的手上 再去通过增税额的方式 从这些人继续课征更多的税收 来干嘛 来弥补特朗普跟拜登疯狂大傻币的财务黑洞 这绝对是个黑洞 而且你至少30年之内你看不到清偿的任何希望 这就是他们挖穿这个洞 但是能不能不挖 这个是必要的 大傻币它是一个必要的行为 所以说无论是拜登或是川普 以及世界专家或是老师 这个看法都认为这些是必要的举措 因为如果不这么做 美国就会让过去的次贷风暴所带来的金融海啸 继续让美国停滞10年 在过去的金融海啸 就是因为美国政府放任了这些公司的破产 百姓的居无定所 让美国的经济陷入了缓慢 几乎停滞的10年 所以说这一次又有中国在外面的环境状况之下 美国不能再接受停滞的再10年 所以说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赶快的把它去大傻币 让百姓的身上多要有钱 让人都有钱 那这个状况就不会产生过去的那些 经济整个难以付出的力道 所以是说这个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 包含了中国 就可能会产生的非常有意思的转变 什么样的转变呢 当美国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物资 那随之进行的通膨 但是中国本身却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你美国的物价上涨了税率也提高了 那么美国的商家为了要降低成本cost down 然后又要提高他的利润 维持他的账面上的收益 那么他就必须加大了对中国的各项物资的采购 过去可能还有印度来跟中国抢这个采购的市场 但是现在的印度都快面临到全国崩溃的边缘 已经没有任何的精神 甚至应该说你没有能力去夺取中国的市场 包含什么 印度之前为了抢这个工业制造 要去科技制造业 要跟世界各国的高科技厂招手 你来印度我给你补贴几亿几亿的美元 然后给你什么税收的补助 再给你现金的补助 甚至给你土地什么都给你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来带我们的印度代工 我能配合的我都配合 这套中国以前就玩过了 那么但是现在的疫情它是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这个爆发各位现在能看到的绝对不是一个高峰 这个我们过两天老师会告诉来跟各位谈一下 印度到底会有多高的疫情 老师大概已经到到他的一个板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印度现在你只是白送钱 人家也不敢过去 除了怕染疫 更怕什么 你去了印度你再也离不开印度 包括什么 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限制了印度的搬机 你印度跟孟加拉搬机 你不可以到其他国家去 为什么 因为一个飞机过去 一台飞机过去就有56个人都感染了新冠疫情 你看这样的状况谁敢再去接纳印度的旅客呢 那么现在问题就卡到了 美国的成本因为TOMPO你节节的高升 中国的商户又变因为因应到你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继续的生意兴容蒸蒸日上 对中国的依赖 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将会更加的深化 而美国制裁中国的高科技用品 却没有办法真正削弱中国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并不只仰赖于美国单一的科技为主 包含了晶片 包含了比如说你的Google 中国的内循环经济 以及对外的一带一路 甚至是要实行的RCEP RCEP都不是以科技为主 例如华为 华为是受到他们美国打压最大的地方 那么你封锁了华为的手机市场 让苹果的销入回升 各位要去注意一点 在封锁华为之前 美国苹果手机的销售额 并是遇到停滞 而且有稍微下滑的倾向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只需要一台到两台手机 但是华为是中国当时你的手机品质最好 销量最好的一个手机 那么你当然会排挤到美国 所以说特朗普他当然必须要急着先要什么 打压华为 你能够继续用美国东西来打压美国的手机市场 所以说他就必须要去制裁华为 这必须这是必然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华为有没有打压成功 其实美国是打压成功的 但是华为倒闭了美 华为没有倒闭 为什么 因为你封锁了华为的手机 但是华为现在开始做汽车了 各位要知道 可能台湾朋友不是很清楚 这华为的汽车已经发表了 而且据说在5月开始要开始交车了 各位知道吗 华为汽车 不是只有那些国家而已 这华为都已经出了汽车 而且他是电动车 那么而华为汽车他所需要用到的汽车晶片 他却不是用高通的 也不是用什么进口的晶片 他用的是什么 用他们自己的海斯麒麟的晶片 好像是什么900A 是对这个没有特别擅长 只知道这个情报 所以说华为自己开发的晶片 用在自己的车上 而他的车所用的控制系统 也不是安卓 也不是iOS 他用的整个系统叫做鸿蒙 各位记得鸿蒙这两个字吗 所以华为现在把鸿蒙用到电视上面 用在了很多程度上面 但是他手机还没办法完全用到 为什么 因为还不成熟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 他却开始使用了鸿蒙 所以说他的汽车已经使用鸿蒙作业系统 而且他的晶片也是要自己去自制自用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要用其他方法去压制华为的电动车 几乎可以说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华为他不是一个新厂牌 他是一个已经有既定的品牌 既定的工程师 而且他有非常深厚的资金实力 他已经不去在乎你其他的车厂 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营销 或是销价竞争手段 或是任何的方法手段 去打压华为汽车的生存 因为华为本身他有钱到你 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是说担心钱的问题 他只要担心东西卖不卖的出去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市场品牌了 华为这两个是已经够响亮了 所以他推出来的汽车 据说预定的销路也是不错 而华为他电动车 他们也是有配有所谓的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目前实测看到已经到了等级3的等级 那么等级3是什么了 现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就是LV3的 就是等级3的 所以说华为目前他的自动导航系统 跟特斯拉是可以分庭抗理的 而特斯拉的导航是要另外买的 还蛮贵的 好像跨站台币 现在应该涨价到30多万台币了 因为汇率已经改了 虽然汇率跌 但是降好像提高了 好像在台湾老师买不起 所以老师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而特斯拉现在在中国也是非常留恋不利 为什么 从他刹车失灵 然后不愿意去赔偿车主 非常高傲的态度 但是高傲人是谁 高傲人也是中国人 你各位知道 不要老是骂特斯拉 特斯拉在处理中国事务的高层 他妈的也都是中国的领孔 也都是中国人好吗 主要是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 而不是特斯拉在欺负中国人好吗 这状况要改变一下 这包含了他的刹车失灵 还要包含他们导航机 然后那个那片平板电脑 常常有当机的状况 现在各位如果有去刷抖音 或是有看一些自媒体 就发现很多人开始把特斯拉当机的画面 或是锁死状况 都已经回报了出来 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特斯拉的股价当然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特斯拉在中国的销路的市场 因为你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从洋媚外 这个没有问题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国外的月亮比较远 这没毛病 从洋媚外这个是人的本性 对不对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通常人会对生命的执着会比较强一点 为什么已经买了 我只能认了 或者说你们只是抹灰特斯拉 我自己开的没事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 他基本的原来车主也是没有问题 对特斯拉有强烈信念的人 他也是会继续买特斯拉 这个也没问题 但是中国未来你要再去拓展更多的电动车的时候 特斯拉他已经上 等于是上了黑名单 比如说原本想要买特斯拉的 你现在的发生这件事情 跟看了那么多的短视频 就发现特斯拉你有这样的风险 那么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 我可能随时会出事的车子上面 因为这更新到生命有关系 那华人亚洲人 不是不只是什么新加坡人 还有什么的 华人特别怕死 对不对 通常我们就尽量选其他的东西 这对于特斯拉在中国的市场来讲 几乎已经算是 应该算怎么讲了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 那是半毁灭性的一个新闻 所以未来你今天也需要电动车是一个趋势 那么很简单一件事情 你今天这车既然是个趋势 我不买特斯拉了 因为怕他安全性有问题 那么我接下来会选择谁 我选择武林红光吗 不行 他不上档次 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 那么我能够换什么 跟特斯拉一样类似的 这个时候华为就是考量范围 而且特斯拉你还不能接近到一些 一些军事要地 或者是一些政府单位 那么这个时候华为的汽车 就算他收集资料 你也只能乖乖让他收集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Google会收集我们所有的个资 你今天上网搜寻一个东西 然后你接下来几天之内 你所看到所有信息 都是你找的那样东西的广告 我们本来就是赤裸裸活在这个网络世界上 对不对 你只要选择被别人知道 会被自己人知道 就这么容易这两回事情 那么接下来未来华为的汽车 在中国或是武林洪光 这些高中低接三种的不同的电动车 中国自己有办法去生产制造跟推广的时候 你美国刚才所提到的 用高科技去卡他的 晶圆发展 或是其他半导体的发展 他的意义性就没有这么强大了 各位你就了解老师的意思吗 那么 关于刚才讲到的这些自动驾驶这个事情 自动驾驶也是未来的趋势 那么你要发展自动驾驶 中国发展的自动导航这些自动驾驶 以他的素质以及规模 他大概率的会超越美国来的许多 这是不是老师去扑中国 不是不要老再跟我讲说我又在红卫兵了 没有那么无聊 好不好 老师讲讲为什么 因为不是中国的工程师 你特别的聪明 而是在于中国的北斗卫星的精准度 他是强过于美国的GPS 跟意大利的权利略 这个三大系统 北斗跟GPS跟权利略 那么这个卫星的导航 卫星的这些侦测 其实针对的这些自动导航系统 他是非常重要的辅助 你必须精度精到最仔细 你才能够把这个车辆导航的最好的状态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都市网络 他们的交通网络 他是比美国复杂的许多 而且他的大基建比美国早了至少30年 改革开放就开始不断的大基建 对不对 盖一栋楼 你也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 盖一条桥 那也就是赶快要完工的事情 但是在美国你盖一栋楼 你需要两年的还评 你盖一座桥 你三年可能都还没开工 对不对 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当你中国整个都市的地貌 跟他的交通是比较复杂的时候 那么他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些自动导航的经验 包含中国人驾车有时候真的很可怕 你知道吗 碰瓷的碰瓷 对不对 或者是你这个行动遗嘱绳组牌又多 是不是各种状况都会产生 不然就是你一个泥扮车 不然就是什么车 都是开的比凶狠的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当然他所得到的这些行驶的数据 会比美国来的丰富 第三个重要点就是中国的5G作业 他的他的作业系统 当然他是比全世界都还要来的强的 而5G这个网络速度 都包含对他们的一个什么 他们的一个数据的更新 路况的更新 以及各种传输的必要性的其实性 他当然也是比较快的 而5G的精度 现在无论是Sony Ericsson或者是Nokia 他都还没有办法超越中国的华为 就像美国在晶片的制程上 他没有办法超越台湾台积电一样 这个是一个现在的进行式 现在的问题 当然上次在张周某有讲过 中国在5年之内是没有办法超越台积电的 这跟老师过去讲的有没有很类似 就是3到5年之内 中国还是没办法追过台积电 所以张周某也认证老师这个预测 但是问题是没有讲到的地方是 张周某没有讲到的地方是 除了台积电这个制程之外 其他后面的配套的一些封装或是测试 或是其他的卫星配合的生产线 中国都是超过台湾的 这个是他没有讲的部分 我们政府也不会跟 也不会在大人内宣告诉别人 我们要危机意识 我们只能说有护国群山 但是事实上除了台积电 连发科这样子顶尖的企业之外 其他的中国是有办法超越台湾的 而且有很多已经超越了 这也是现在进行事 好吗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主题 那么回这个问题在这里 当美国的已经去极度限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包含了不给你爱斯摩尔的光科机 不给你软体 也不给你其他的一些技术层面设计图 企图去压制中国的崛起 但是中国却没有去依赖这种极端的高科技 问题在这里 中国选择了什么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选择的是 他们选择了四等科技的经济发展 用比较低的原物料的价值 人力的成本以及更有力的基础建设 用这些建设不但可以建设自己的国家 让这内循环更好 而且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输出到了中东地区非洲地区 这些都是美国无法压制的地方 光5G网络这个东西 非洲简直是一个大蓝海 这么大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经常到开始尝到这个手机的好处 那么你只卖他手机 你没有给他网络怎么行 那么未来在中国在5G建设 或是在卫星的资料传输建设 那就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 为什么 因为非洲人现在看中国 是觉得好像中国早期看美国人一样 都觉得中国人高他们一等 当时在中国30年前 甚至现在还是有人认为 白种人高于我们黄种人一点 这个心里自己给自己的慰藉 那没有办法 有人说印度没有发展的原因是种姓制度 其实种姓制度又岂止在印度 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就有这样种姓制度 不是吗 有钱的小看的没钱的 对不对 海外的总比自己国内好 这种种姓制度 其实在人的身上只是不同形式的展现 就包含宗教也是一样 念佛的高国为念道的 他或者是你是念西洋教的 你一定是看不起其他所有宗教 这个种姓制度真的只仅止于在印度吗 这是值得我们去想的 好吗 那回到重点 美国要自己成本节节高升的时候 因为他要适度的通膨 又进行制裁 损害到了自己国家内的高科技的业绩成长 而少了业绩 因为你不可让他输出到中国 那么中国庞大的市场 就不一定会用到你们会卖的东西 对不对 你这些东西就变成是说 包含了Google他的安卓系统 没有办法植入到每一个用户的手机上面 对于Google来讲 他损失的是一个庞大的大数据市场 所以说你去制裁中国越多 你所得到的伤害就是越大 而中国面对到了这些压力之后 所研发出来 比如说华为所做出来的汽车工业 那么汽车工业又是什么 汽车工业又是工业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 汽车这个产业连带太多的供应商 所以它是一个经济的火车头之一 那么中国有了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因为我们要减碳 不是气候一定 我们要达成碳中和 说全世界的车厂都已经放弃了 我们燃油车的大力建设 燃油车还是要出 为什么 因为有些富豪 他们就叫燃油车的帅气 引擎的轰隆声 对不对 这是他们想要听到的 但是大部分的趋势 你是必须走到电动车 因为什么 第一个能源的问题 能源你不能够把握 但是电能你可以把握 包含了减碳 包含了一些节能的问题 都必须要透过这个方面来去进行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中国有自己生产的晶片 以及自己的车厂 几乎从头到尾 不是一定非得 非得要什么 非得跟华为手机一样 是一定需要美国的原物料或是技术 过去华为是必须需要 美国的技术跟原物料跟晶片 那是必须 但是现在中国的一些电动车市场 并不是必须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成 美国的限制反而催生了华为汽车的诞生 美国的打压促成了中国高科技的变通以及强大 就像美国介入了阿富汗 让那些塔利班分子 比20年前美国介入时候更加强大的数倍 美国为什么要撤出阿富汗 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美军是无法剿灭塔利班组织 因为我们所知道 塔利班他是一个恐怖激进组织 但是你在他们的国家里面 百姓真的会认为他们是恐怖激进组织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是美国电影告诉你 他们叫做恐怖分子 但是他们真的是恐怖分子吗 各位你真的会觉得 在中东地区这些武装分子 他们真的真的是危害百姓 危害一方的吗 那是别人要你认为的 他是不是这样 其实很难讲 如果他真的是危害百姓的一个毒瘤 那么他目不到民兵 就是因为百姓支持他 所以他有源源不断的资源 源源不断的兵力 以及源源不断的资源 在支持这个塔利班组织的成长 所以当你认为他是的时候 或许你也没有想过 你根本不了解塔利班 老师也不是很了解塔利班 但是我不能说他是好的组织 或者是坏的组织 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告诉我 他是恐怖组织 他就是恐怖组织 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以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美国现在要进行大基建 基建所需要的时间 最快也得5年以上 才能够看到基本的一些进步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 众王之王组成的国家 你大总统你下达了基础建设的计划 你也得看每一个州愿不愿意去配合 以及你的工程发包的顺不顺利 谁该拿这个工程 谁该赚多少钱 这个圆仔汤你戳好了没 工程有没有延误 当地的工会有没有抗争 海路运输是不是顺畅 电力水力是不是能够跟上这些基础 建设的部件 光这些事情在美国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就是现在拜登有足够的政治力量 但是从画图到开工 基本上没有到2023年 是很难有比较大的进展 我们不能说他毫无进展 还是会有进展 但是你在2023年之前 你要有进展的机会是不高的 而即使到了2023年 拜登他又要在选举了 你知道吗 选举美国选举是准备一年的 那么你就算你给你选上了 你也有足够的体力跟精力 让一个82岁的老先生能够继续做下去 如果换人了 我们不要说换贺锦丽 就换成我们的特朗普先生 继续回来执政 有没有可能 他还是有可能的 你原来这些基础建设的罚包 这些承包商 本来是跟你上一任政府合作的 你在这一任政府 你是不是就能够继续做 不一定 你要不要换掉包工整的是油水的 比如说中国你要大基建 你要看当地基建的土方是谁做的 各位 这是不是一个门道 所以是说这个都是很难说的事情 所以说无论如何 在现在的美国政治制度之下 以及他政治氛围之下 从表面上来看 他给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压力 甚至可以希望能够围堵中国 继续变成蛮荒社会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 却是让中国有快速成长的动力 这个是他其中一个基础标件 但是更严重是在第二个问题上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在于 拜登现在要筹措的裁员 是必须大幅度的向企业征税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个企业又不是一般的小企业而已 而是向富豪的钱包里面 去掏出油水来建设国家 这件事情后者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所谓的建设国家这一部分 是没有太大的疑虑 这个是OK的 老是相信他有这个心 但是问题是你要去掏富豪的钱袋子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美国它是一个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 200多年以来养成了什么 养成了一群极端自私的心态 认为只要我有的就没有人可以夺走 就如同在美国 你只要进到别人庭院里面 别人禁止你叫你不要动 不可以再进来 你再往前一步 他可以拿枪直接把你隔壁 那是一样的意思 是一个你要从富豪手上拿钱 是极端困难 而且不被允许的活动 每一个政治群体都在想办法为仇措裁员的时候 几乎如出一策的都是怎么样 在百姓身上刮钱 然后再拉拢这些财团士绅 让地方的力量不会因为你这个科捐杂碎 然后产生了一些暴动 就像什么样 举格力康电影的叫做让子弹飞 这个里面的戏词一样 说什么呢 师爷说做官要赚钱 你就得赚穷人的钱 对于富人你只能跟他分钱 而且你还得跪着跟他们讨钱 看他们愿意分你你再分 而你不能站着又想要赚钱 这是办不到的 美国总统拜登他现在就想要站着 而且把钱给挣了 但是美国的权贵阶级 并非是一个皇侍郎而已 他们是一群的皇侍郎 对于拜登来说 我想危害到富豪的利益 就是自遭毁灭的道路 老师其实真的是不怀疑 拜登他是真正想要企图去 从政美国的决心跟毅力 感到他的智慧 我相信都是有的 但是就怕他的照进去像谁 就像大清朝的光绪皇帝 然后被戊戌政变变掉了 对不对 以及在明朝末代皇帝 崇祯皇帝 他想做但是无力回天 当你想要一己之力去挑战 美国庞大的财团利益的时候 那么总统这个位置 有可能也只是在另外一个地下势力里面 许你与不许之间而已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世界的运转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 什么画面 当一个国家的存亡与否 通常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 而是在内部的动乱 目前美国国内的种族骚乱 各位你真的认为他只是一个 单纯的偶发事件而已吗 真的是一个各地的人 他只是理念不同去伤害亚裔而已吗 或是去伤害有色人种而已吗 或许是或许不是 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特斯拉在中国发生这一连串事件 到底是自然发生 还是有可能有其他的状况发生 很多事情我们很难讲 但是必然世界会进行到转变 而美国现在所进行的领导地位 其实都真的是跟西周末期的周天子一样 他真的想号令诸侯国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每个诸侯国都愿意提到号令了 当出现一个新的国家要问顶天下的时候 这个天下他还坐不坐的稳 都很难说 但是我们都希望美国可以继续坐稳一点 因为当天下回归到了战国时期 受苦的只会是你我 我们这些大耳朵老百姓而已 好吗 来看各位什么问题